字幕提供 1 2 3 好 今天玩具TV很特別 我來到一間酒店訪問兩位 在廣州很重要的人物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 大家見到兩位 先加個卡片 這個要組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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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兩張卡片重要了 其實兩位李先生就是 廣州營火蟲 正式的名字 廣州市營火蟲文化傳播有行公司 一般來說我們都叫營火蟲 應該沒什麼重疊 可以的已經代表到 為何我們會訪問這兩位 來自廣州的猛人 就是因為 他們本身在廣州 或者上海搞了很多屆的動漫展 所以這次可以 剛巧因為一些原因 我們上來探望老師 順便撞到 把握機會訪問兩位李總 不如這樣 其實很多香港觀眾 甚至其實 很多廣東話 廣州話的朋友都會在外地 紐西蘭 甚至是歐洲都有 不如先打個招呼 好不好 跟觀眾 各位朋友好 你好 兩位都是李先生 李鴻波先生 李鴻斌先生 多謝你 我們先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每一向的氣氛都很輕鬆 剛才都不方便看到兩個老闆 我不敢太多玩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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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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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營火蟲其實在廣州應該很多朋友都會 但是 但是都要介紹一下 營火蟲這個公司 其實主力是做哪一種關於動漫 或者玩具的事情 這樣 先講營火蟲的名字 就是 最早做營火蟲的時候 這個名字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看一家公司的名字 很難想的 那我想了很久 大陸呢 以前的動漫 其實就是以前是紅水萬獸 好像 好像读书时不准看漫画,不准看动画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那个年代是黑暗的年代 看漫画觉得不认真读书,看漫画好像荼毒思想那样 所以我们当年喜欢看漫画,我一直都出去看广漫 我觉得我们就是黑暗里面的一粒好像炎火虫,一点光 为什么要做一间公司呢?就是想将更多喜欢动漫的人聚在我们展里面 还有就是有志向在行业里面发展的人也聚在我们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点点营光会聚梦想,所以是有一个理念出来 所以叫做营火虫,当年叫营火虫的时候,我们一上网一搜 都是一只昆虫,但经过我们用七年时间的活动 各种的品牌推广,各种的活动下来 其实现在我们在广东或者网上一搜营火虫 其实很多时候就已经是动漫展对等了 就是用了这么多年,慢慢慢慢就知道 一讲营火虫就知道是动漫展 这是我们很多年来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把这种字变成了一个模式 原来不说不知你,你也看讲漫 其实是的,当年,你不要介意 我认为今时两位李先生都成年人 读书时,除了你看讲漫之外 其实你身边那些朋友,港东生朋友 是否都是看廣漫,還是說不強? 你們是少數人來的 其實那時候,廣東相對來說,我們那輩子不看廣東也比較多 日晚可能相對會比較少 日晚還不多 因為最早有龍珠、超時空曜賽、冠藍高手 那時候是同期才有的,那時候一起興起 但是那時候廣東的廣漫會很熱 因為我們曾經在香港的廣漫的朋友都聊過 其實今天,你知道我們在香港從本領事老師的旅程中 我們在圍桌,全季都是廣漫的 為何我沒有去到呢? 如果你來就對了,今天我們就是偶像見到偶像 即是我們那些廣漫的大師就見到,從本老師 他們都專門是包圍桌,整班去碰老師場 原來是,我都聽聞過當年,即是廣漫最興盛的時間 就不只是內地有人看,東南亞都有人看 很厲害,那時候街頭霸王,拳王,九五、九七、九七 爆了,然後那些人搶到 街頭霸王七色兜器版那些,那些人儲得到 大陸很難買到的時候,那時候又沒有自由行 很難去香港,我們怎樣買呢? 我們就是在雜貨,在收買爛的檔口裡挖出來去淘寶 好像很難買,當時會不會托朋友去香港? 因為當時香港動漫展就去買 去不了,那時候去不了,很少自由行,很難去的 所以當時我們集齊一套套龍虎門,或者一套風雲都很難 這些很過癮的,這些東西很像淘寶 所以當年這麼喜歡廣漫,最後可以自己做回 做一些類似的活動,可以看過飽,是嗎? 是,是,是 那你也不介意,應該是兩兄弟,是否兩個一起不溫習,不讀書 就可以看廣漫? 他看廣漫多,那晚我也有看,但可能我日晚比較多 因為我年紀小了 那時候日晚開始進來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那個動漫書是有追的,是聖斗士 聖斗士,聖子,當年大陸什麼叫女神聖斗士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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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藍的出版社,它就是用什麼途徑去做一個 重新去譯製版,我就不清楚了,基本上就是有得買 就是很正規的買法,是,是 那,就基本上追齊,因為到了後邊它一個系列就改了出版社 那,勉勉強強叫做整本追完了,因為那時候它電視還沒播 那,跟著就,除了它之外印象最深的,還有是 就是《太空堡壘》,我們那時候的譯名,《超時空曜賽》,《葛珊寶曲》 還有就是《北斗之拳》這幾個,《龍珠》當然也有看 就是,幾初還會影響大,到後來說《藍而多日津》,我們說的《藍而多日津》 就是《藍而非人》,就是後期一些了,就後期一些了 所以來說就是,都會被這些動漫,會塗東西,是不是 就是比較自己會喜歡看,有時甚至… 都有畫的 臨毛,畫一畫,我們本身是說,都喜歡畫兩筆 都會有去做這件事,肯定是熱愛的情況下做 所以其實,都陶爺的思維,對動漫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剛才在我們正式訪問之前,因為你走路而走路 都知道,《營火蟲》有七年的歷史 其實可能你們,我看你們的外表 可能會不會是,一筆專業差不多 就將你的喜好,向事業發展 還是,在其他行業先暫淫,然後就開始 大理先生是做… 我其實做動漫雜誌已經做了十幾年 哦,即是先做雜誌? 是的,但我們做的就是日本的動漫資訊雜誌,做了十幾年 現在還在推出的 是叫什麼? 叫動漫前線 現在還在推出,已經推出了十五年 不過現在我就沒有做了 我交了給下面的人作 我自己有沒有做,我自己專心剪 所以本身就喜歡動漫 我們也識覺了很多的漫畫 加上出版社,很多行業 所以覺得,輸越始終會慢慢慢慢滿落 無論這個互聯網時代 智能手機的時代,肯定會淘汰的 好像CD一樣 所以我就在七年前覺得應該要轉 所以慢慢慢慢用了五六年的時間 去轉成一個動漫,剪,落地 這種互動娛樂的模式 一種現在比較好的體驗的模式 更加昇華 轉一個轉行 其實你覺得搞雜誌難,還是搞展覽難? 其實搞雜誌很舒服 相對舒服 早年又辛苦,後面又不辛苦 這個模式已經固定了 日本雜誌拿回來 怎樣可以介紹,做資訊 怎樣做難忘 其實這些都不用怎麼理 反而做減的那些困難就 真的 很多變數 我們第一屆 第一屆就被市領導經過見到 因為第一屆我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簽商完全不懂 請到工作人員又不懂去安排 又不懂培訓 所有宣傳推廣全部都不懂 所以我第一屆刑虎同志 我記得差點就已經上了黑名單 上了黑名單之後 就是不給做 現在公司就不能夠再做動 當我們第二屆再去做的時候 人家公安說 啊,營火蟲 你好像準備上黑名單 這樣真是 幸運就是未上 都沒有上 第二屆慢慢慢慢就 給政府部門的信心 慢慢慢慢做回來 這些 遇到這些 實際每一年每一屆都遇到太多 要值得回憶的東西 身手太多 除了要視得市政府的認可 以及動漫也認可 其實在過程中 會不會還有一些廣東省的對手 如果我理解其實都不單止 有 那些又要 兩千場 一年的展 兩千場 其實未來就要看動漫 這套開箱會在香港 二千場 二千場 這樣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展 在中國這二千場的展裡面 應該是屬於前幾位的 因為大部份都是屬於同人展 可能是幾百人 或者是兩三千人 大部份都是這樣 我們面積也好 參展企業也好 還有來玩的粉銷 是遠遠超越 二三屏那些 或者四五名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沉澱了很多資源 所以既是很蓬勃 但是又有很大的競爭 可以問一下兩位李先生 其實這個是 在香港來說 我們未必多理解 外國也無法理解 因為聖誕歌戰 一年一次 就算Wonder Friend 可能我沒有記錯 都是兩次 對 ACG香港也是一次 那為什麼 你們只是燕火蟲 在廣州搞到 好像一年有三次 那麼多 怎樣分配 還有為什麼人流會來到 其實是這樣 我們分析 其實我們就把我們燕火蟲 作為一齣電影 我心想電影 電影院就是等於剪館 我覺得電影會不斷地上 為什麼萬剪不可以經常做呢 我是每一屆 每一次都做不同的主題 每一次都有新的策劃 新的內容 新的嘉賓 我覺得粉絲是OK的 不會重複的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要我整個團隊 有一個理念 就是每一屆剪 你做完之後 你必須要感動自己 你然後才去感動人 如果你做了這屆剪 無論從內容也好 設計也好 各種的嘉賓邀請 你都覺得跟以前一樣的 那就等於失敗了 我要求我的同事 每一屆都要創新 是要感動到自己才行 覺得這屆真的 做完之後 很多人是哭的做 接代完嘉賓也好 做完很多活動也好 那種自豪感 滿足感 完全不是用金錢去形容 因為我們整個團隊的人 都喜歡深深的營火動漫 特別現在這幾年 他有幸來到營火松 他覺得是一種光榮 那種榮譽感 所以我們就給了粉絲一個 逃避一個 我們大陸叫三次元 逃避一個現實世界的 各種的痛苦和壓力 去到二次元 所以我們就 做了一個二次元的動漫展 就等於做一個二次元的世界出來 所以就是 給一個很好的環境 讓大家擺脫到所有的壓力 其實玩具和動漫都是一樣的 如果聽李總說 其實內地真的有很多動漫朋友 甚至他們成為了一個文化 或者是精神食量 當然你們兩個一定是同漫朋友 不然都不會參與了一海這麼久 但其實你看現在的年輕人 比我們年輕一點 少一點 其實他們現在和你當年 對賣賣的熱誠 是增加一些 還是他們現在多元化一點 現在可以喜歡玩角色 因為我們以前是看多的 現在可以投入那個角色裡面 參與他 你們覺得其實那個變化主要分明 你還有是不是 現在的內地 有時候廣東省的粉絲 是不是 他很貼近這個外地 或者外國的水準 我自己都深深看過 他做上海和北京 他們的Cosplay 我大膽說 是比香港厲害的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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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個別都很厲害 但我真的覺得 有些時間是 好像過了頭 那你覺得現在的新一輩的漫畫 是否真的比你們當年更加抗熱 其實我們當年的 比較內斂一點 斯文一點 其實如果說實在 在中國最有 我可以說最有氣氛 最投入Cosplay最多 應該是螢火床 我們每一屆展一開放自由行的情況 是有幾千人報名 是 就是我們每一屆會有一個 限量的人的入場人 所謂名額是免費入場的 但是需要你提交你的作品 你的攝影 你的相片 覺得你OK 如果你覺得化妝 你的道具做得好的 Cosplay做得好的 我就免費給你的名額 我們每一次開放有幾千人報名 是 但是實質收是多少人 收是看情況 可能幾百百 有時看時間 看各方面的情況 但是我們踴躍的程度 遠遠超越上海 超越北京 絕對超越香港 我們的大團多得不得了 簡單來說 我們只能拉集務比賽的團 過百團 過百團 一團人十個八個 幾百人 一個比賽已經幾百人 很蓬佩的 我們這些 所以有機會一定要來我們現場 看一看 尤其是香港的Cosplay 或者Cosplay的朋友 我也知道他們已經有交流 香港有部分Cosplay 比較長時間 但是他們也說有時候會去東南亞 內地去一些表演或者競賽 他們都有理 但是原來就是這麼多的 可能一般我們的觀眾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其實可能 有時候會不會 我覺得是有些低估了內地 在各方面有發展 其實動漫那裡 我真的覺得這幾年 尤其是廠仁寨 是自營營火蟲開始的時間 這七年是很快 其實是這樣 從2014年開始 整個中國的動漫產業 因為2014年之前 基本上只有漫畫作者 但是漫畫作者很辛苦 因為出版社賺不到錢 所以靠圖書的銷售 來產生的稿費很低 所以很多人很辛苦 就養活不到自己 但是從2014年之後 這個就是一個極大的轉變 因為出現了智能手機 還有網絡 網速快很多 OK了 就變了智能手機 就有手機遊戲出現了 當有手機遊戲出現的時候 就開始有二次元遊戲出現了 所以就一種全新的變異模式 出來了 它跟日本不一樣 跟歐美都不一樣 中國就用智能手機的遊戲 開始去改變了 整個中國的動漫產業的整個生態 這是第一個改變 第二個改變 第二個改變就是電影影視的改變 還有樂視、愛琴、騰訊 他們都會買很多版權 不同 因為它會發覺IP的價值出來 因為IP就有很多粉絲 它就會買IP 買很多漫畫的IP 來改編成電影、網劇 所以在2014年之後 就出現了兩種生態 能夠爆發式的增長 就是遊戲和影視 很多時候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在街上撞到 因為我們普通人有一個 經常在街上撞到 我完全歡迎大家聊天 他說 有些朋友看玩具運 開始到玩具TV 其實都說不是在我學到東西 是在嘉賓學到東西 剛剛李先生說的 他完全分析到2014年的 為什麼改變 因為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嗯 就看到那個現象就是很多人玩 Cosplay 手機 手遊 但是完全看過 剛剛李先生很清楚 告訴我 原來發生了這些事 包括自行手機 網速 會不會其實政府方面 或者各方面 其實都覺得 這件事 都入屋了 我們不放心 這件事 很正當 是的 政府呢 他認可了 因為 中國整個經濟的結構 改變都是一種 一種 那麼 政府覺得 文化產業有扶持 因為以前 都是靠什麼 加工啊 靠生產啊 靠污染啊 和一些很重工業去做 但是發覺這件事 已經不能夠持續 所以以後 就要從2014年打後 其實已經推動文化的發展 文化的動漫 是一種 從中之中的發展方向 所以 政府的態度 也都很重要 因為以前 你看漫畫 就不行的 不影響讀書的 看漫畫就影響讀書的 那就不好 OK了 政府 認可了這動漫 那麼 家長也都會 鼓勵 小朋友啊 接受他們 接受 就讓他們放鬆 第二個 就是 當有機會出現 就是當有生意 生意的機會出現的時候 國內的資本 也紛紛 投去動漫 這個產業裡面 這個也有極其改變了 整個動漫產業 或者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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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化的發展 好多資本 全部投去 所以在2014年開始 2015年 2016年 我們見到每一個月 幾多的 幾多不同的動漫的企業 被人投了 被資本投了 簡直是紅火到不得了 我們親眼看到太多了 今天就 扔了PPT出來 可以了 頭三百萬 那天扔了PPT 有三千萬 簡直就是 你會見到這些 無不猶疑 所以你只會寫PPT 你只會說故事 輕輕鬆鬆做到幾百萬的 拿回幾百萬的錢 一點都不困難 是 所以就從2014年 到2015年 到2016年 這兩三年 是整個產業 啪 可能走了人家十年 用了三年 走了人家十年的發展 這個歷程 所以見到 我們見到這些 都覺得是好事 起碼 發展了 是 既然兩位老行主義圖 都要問一問 我們現在知道 很多內地的動漫產業 其實都是主力外國的 日系 甚至韓式 甚至美系的東西 兩位李先生 兩位都說一下 你覺得 接下來 真的是不是繼續 吃外國的奶水 還是說 不是了 我們開始有中國人出現了 你們應該會給大家 提到一些啟示 大家 可以提到行家應該怎麼做 小李先生 其實這樣看 現在 慢慢慢慢做 這幾年萬戰 從現在好像 香港的萬戰進入 本身大陸的萬戰 自己從來發展 現在開始慢慢有什麼 歐美的萬戰 就是開始來中國這個地方 去發展他們自己的美食文化 是 日本的萬戰 慢慢就用代理形式 又慢慢進入中國這個市場 那其實你現在盡觀看回每一年 好像這兩年的慢戰 例如例如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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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到他這種萬展的形式是怎樣呢 用一個很美後的一些美賣文化 譬如好像英雄系、Marvel、DC 還有加上一些比較大型的明星嘉賓 去做一種集運的一種模式 做到原來覺得原來萬展 不一定說要有很多figure 有很多兵人 其實原來一些歐斯卡的明星 甚至一些潮玩 甚至一種街頭音樂、Hit talk 都是成為萬展的文化一種 令到國內人的視野又開闊了 還有就是譬如日本的C3 曾經在北京開過一屆 和明年有可能會進入大陸的發展 令到現在除了我們中國自己本身的萬展那種氛圍之外 原來日本人的萬展 慢慢慢慢用一種代理的形式 都進入中國的市場 是看中中國市場這個大的一個薄餅 作為我們 沒有頭 沒錯 有內有我這種競爭 作為我們中國 我們自己好像認可做的萬展 只能夠更加要將自己的規模 和自己本身做的萬展的元素和版費 不斷地去強大 我們故不然不能只去學人的萬展 即吸收人的經驗 還有要用回我們現在 譬如我們現在國內的萬展 慢慢好像一些動漫性 比如手帆 譬如一些電影 我們發展 我們剛才說的手遊 我們要借著我們自己本身的資源 以及自己自身的競爭上的數值上的東西 去抗衡這種萬展上的極得 其實大家看對這個市場 看對這個市場 是代表這個市場本身是澎湃的 我們只能夠不斷去升級我們的萬展 本身我們的萬展的元素 不斷去做大 將它的菌絲分更加去隆襲 更加將這些事情做好 就是這樣 那我給你問大理先生 你會不會考慮 你覺得會不會是一些中國式的IP 其實我們和歐美的萬展也好 或者日本的萬展也好 其實以後尊正中國的動漫 中國的萬展 其實真真正正都是做中國的動漫文化 說得實在 日本也好 歐美也好 其實慢慢慢慢 在中國裏面 只會慢慢邊緣化 是 這個是一定的 你看電影 好像戰狼2 可以55億 哇 那麼厲害 55億人民幣 很厲害 是啊 為什麼呢 它第一部先那3億多 這個始終都是中國人做廣告中國故事 拍中國的電影 做中國的遊戲 所以你看看王者榮耀友 它已經長期霸佔中國 乃至世界的手遊的第一 這個毫無疑問 我們以後就是 其實是中國的動漫展的公司 就是做中國的萬化 就是做中國的動漫 所以當然我們完全不會抗拒 其他歐美也好日本的優秀 優秀的作品 優秀的IP 一點都不會抗拒 我們是以中國的動漫 中國的文化為主 然後再加其他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營可從的優勢 你麗得萬展 你基本上是很主要做歐美的 你C3 基本上都是以日本為主的 但是我們不同 我們是綜合全世界所有最優秀的文化 來做一個最豐盛的大產 所以我們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是靈活 所以在聽剛才兩個李先生所說 其實除了內地的動漫 的文化會自己有自己的格式和風格之外 其實展覽和其他產業都會一同推動 我覺得其實大家看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會看到 其實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融合 例如一些外國的和中國本土的發展 或者他們的IP融合 其實可能這個都會令整個發展 會更加火熱 還有我也相信 我認為營火蟲的路線 其實我們覺得很準確 因為外地的公司 真的不夠做外地的事 而營火蟲就可以內外兼備地做 其實可以看到其實 你們可能 越來越順利 會不會呢 因為我剛才說到 有一個競爭方面 因為你們做了過江龍 廣東人衝上上海去搞展覽 其實原來也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難處 會的 這個怎麼說呢 無論從場地和當地的一些企業的競爭 其實都會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是 但是想回頭 我們同一同 和我們的同事 那不是當得 第二次創業 等同第二次創業 有壓力才有動力 是嗎 我為了將營火蟲 不是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展 我們要打造全中國的展 以後可能全亞洲的大型動漫展 所以我們第二步的戰略就是 去中國經濟的中心上海 無論有多大的壓力 我們都要跨過去 一定要做得更好 是 即是一天不上上海 或者北京呢 我們一天不敗 是呀 上海是第二步 下一步就是 先做了中國的 希望能夠做到中國的一線城市 這是我們的夢想 是 那也很難得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些外國品牌 即是 Comic Con 我不知道 應該是 因為美國其實是一個 註冊了的 Comic Con 品牌 其實那些西加坡 在聖地牙哥美國 甚至首爾 其實都有他們的展覽 是他們搞的 剛才就說到 會請一些美劇 美式電影的明星 上來簽名 沒有那個真的 真的聊聊天 就可以了 那些粉絲就尖叫了 紅毛二汶 他們那些劇 是很受歡迎的 但我相信有一天 《營火蟲》可能帶給大家 一些更加新的耳目 會不會是一些 本土的很厲害的電影 一些的明星 電視劇裡面的一些名人 可能都會 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請他們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 中國很多動漫 還沒做過的創新 我們實在太多 比如我們上一屆 《泰星》我們請了 當然《日星》 我們日本的嘉賓 我請了很多 你說電影的影視的網絡劇 我其實都有請 都會很多 好像我們接下來 十月份這一屆 我們也請了一個 在影視裡面 比較出名的一批嘉賓 所以效果非常之好 我們這些 有些內場的一些票 可以是幾分鐘賣光 很受歡迎 所以其實我們 有國外的嘉賓 其實現在國內的嘉賓 影響力非常之高 所以我們都會請 很多都會請 剛剛想說的 《泰星》《日星》 想想韓星 韓星期期也很小 韓星現在都因為 有些 其他影片 明白 收到 知道 知道知道 可能遲些有機會也不頂 但我相信 《營火蟲》 其實我聽你們兩位說話 我看到 一件事就是 真的不開玩笑 尤其是內地的企業 或者內地的企業家 其實 我只這樣說 我很壞 我經常都這樣看 不過真的要盛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有些事情 可能香港的朋友 已經 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原來有些事情 內地的朋友 都跟我們差不多 甚至可能追過了都不定 我沒有事情 我覺得 中國也好 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覺得有時候 有競爭才有進步 正如你們可以踩上上海一樣 我們其實 香港也是可以 尤其是香港很多資源 我覺得可以跟 廣東產的朋友去分享 例如現在我們很多 因為我們玩具TV 現在我們不介紹玩具 我們很多玩具品牌都在香港 其實 《炎火松》有這麼多展覽 其實都很想邀請更多的香港品牌 設計師 東南設計師 來到當中 其實會不會的 會的 是嗎? 你要寫個Hello 其實可能真的 找兩個李先生 我拍這個卡片 你打電話給他 其實一直都想做 Nature方面的事情 其實好像你剛才說到活距 萬箭 這麼多元化 有競技 有手遊 有動脈圓 有動脈圓 肯定就不去硬脈 其實我們一直來講 就是從四年前 我們在 我們的萬箭一邊 設立了一個步雲板塊之後 其實我們都是 每一年 就是這麼多個箭 都不斷去創新 其實我們 跟其他箭有些不同 因為我們 又不是說專業的模型箭 嗯 又不屬於一種 說是一個 沒有玩 一個很專業的一個 一個氛圍的地方 但是我們呢 是做一種是什麼呢 是板塊模式的 就是我們在 那麼多那種不同的 動脈的一個板塊裡面 我們一定要有 有模型板塊 嗯 你知道的 去粉絲 粉絲來講 除了喜歡玩電競的 除了喜歡說 遠周邊 其實有一班 很資深的玩具 的玩家 一直來講 在廣東都 比較多 是的 是吧 好像現在我們 每一年 四屆的戰 我們都堅持著 無人仔 會有 四到五個 一個IP品牌 存在 當然肯定比不上 一些像 香港亞洲的動蠻戰 北京BTS這種類型的 一些大業的主業戰 但是我們就是堅持 以充這個無辦法做大 是吧 現在好像跟我們早期 以前從一個缸地 大概是七八十平方 到了現在 我們無人仔 是保持到 每一屆戰都有 大概是六百到千幾平方 其實慢慢來講 我們是在進步 因為我們是一年 有四屆 你記住 是吧 其實我們招無雲的商家 以總數來說 其實本身的商家都不少了 所以我們就慢慢慢慢 會陸續地去 好像譬如 除了一些歐美的品牌 其實香港的品牌都很重要 我們都很想不斷地 將這些牌子能夠 吸入到我們的晚戰 將這個戰做得更加好 那要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因為我們香港玩具界 我也有份 其實真的 你可不可以給一些 你覺得其實現在 我們這班朋友 即是入場朋友 他們對硬州 即是玩具 其中一樣 他們的消費力 強不強 其實呢 我們展 因為我們屬於 中下萬展 其實來說 我們本身的萬展 開頭的初衷 在模板板塊 是稍為會比較弱點 因為同日的展 開始的消費力 低到今至今日 是一個很大的跨別 是 現在自從 即是說我們慢慢 將模板做出來之後 其實我明顯看人的消費高了 即是 譬如我舉例 好像七月份 我們有一個日本的品牌 都比較大的 他們那些 譬如一些比較大型的 一些 即是比較我們說的 叫做九寸 或者是一些 甚至大寸一點的 PVC的手辦 甚至價錢去到 800元以上 人民幣到千多 我覺得 都有人踴躍去買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還有一些 譬如一些 好像是 一些 上年的五月份 我們 或者 加一個很美猛的 一個品牌 做一些大型的雕像 即是我們同學 那些 同學那些 同學那些 那些公司 他們現場 擺了一隻 很大的雕刻 但是那個價錢 是 7000到8000元左右 很厚幸 在我們的牆裡面 都被預計了10隻 其實我去看回 其實我們的牆的消費力 其實人們是有的 只不過 你看看你 本身你做的東西裡面 有每一件事 是令到 是想去消費的 當然不一定是現場的現金 是不是 即是說是預訂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展會 其實那個 氛圍 和那個消費力 其實我在看 這件事不斷是提高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 譬如一些 香港的一些 獲元品牌 其實我 有部份 其實都讓我們展到參加過 其實 給回反饋訊息來說 都破萬可疑 當然 當然我覺得做展 首先是以先全為主 其實買東西 本身是經銷做的事情 是不是 但當年我覺得 我們的展 各國只要 我的分裂 和那個 品牌 武玩品牌 越多 我覺得他們的消費力 可能會更加提高 只不過日本的東西 是值得去買 最簡單 是的 其實會不會 這幾年 看著那個銷售額 我想你們都有些統計 或者非情色都有 其實那個 入場消費的總數字 會不會是 可能都會被倍數上升 或者是 都幾大幅上升 這個 看看綜合 我們的展會來說 如果是講綜合性的消費力 其實消費力是不壓於其他大戰 是的 是的 我舉例 譬如我們一個 做銷售 做涼飯 他基本上 在7月份 基本上 一天半到兩天時間 完成了35萬的業績 就是買景品 也挺不錯的 是基本上 用排隊形式去買的 挺不錯的 我們剛剛 我自己都在ACG做了一次 其實有30多萬是不錯的成績 他是5月份 他3日時間做的數字 他在7月份 已經做了 當然 7月份我們主展 從人流的那個 氛圍質素 還有時間都比5月份會長 所以 可能他們 他們不斷去參加戰 不斷去 適合我們整個消費力的情況下 他們看得中的話 我覺得他們 創造的神話 不會太難 是的 有幾個神話 有30多萬 香港有30萬 氣蝕住 賣幾百萬都可以 有30萬 有些頂級人排 是好事會發生的 但是 我們自己都經歷過一屆多 不錯的數字 加了30多萬 真的都是不錯的 因為 有時候要靠現場消費力 還有你產品那個 不是有六件產品就可以賣光 可能客人都會選擇 因為始終通販 和會場限定是兩回事 是 因為會場限定 你會限定一個時間 一個數字去送賣 通販其實是頗巧一個展會的質素 因為你買了一件東西 買了一件東西 好像說你兩百元 很簡單 你的展 你的消費力 蠻限於兩百元 這個上領下 是否這樣說 可能 甚至有些展會 例如你的消費力 是淡了這個數字 其實可能存在到 你的產品會出現制銷 是否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通販來說 可以說是 用日本時間去做 當然在我們展來說 即是在我的界面上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商家 對他的成績來說 我覺得比較滿意 是這樣 是 我這樣看 其實一個動漫展 什麼都好 其實如果沒有了一些硬粥 也要學一下這些 即周邊產品 即是玩具 或者是premium 其實是很虛的 很虛的 正常說是很虛的 有些東西可以是 實際我可以拿些東西走 嗯 即是有些 比如有些 Comic Con 他會是 Cosplay Cosplay 他的目標是來Cosplay 但有很多是 即是不想空手而會 我見到香港的文化就是 即是不安樂 他們一個人進來俗語就是 我要跌錢才安樂 我不跌就不行 即是覺得我要買的 即是即是 即是他們可能是預訂都可以的 即是總之他覺得他買了些東西 希望其實 螢火蟲可以繼續幫我們 刺激多一些 那我其實也代表一些 即是 我當作業界一部分 其實 如果香港的品牌 或者廠家 或者其他品牌 即是 會不會找你們去參 會不會有些 即是支援的活動 因為始終在 譬如香港 或者甚至外地去進入 內地去展覽 其實很多人生路不熟 即是不但你講 譬如運輸方面 是很大的難題 有沒有一些法理上要跟進 其實 螢火蟲 你們會不會有這些 好好貼心的服務 能夠提供給我們這些參展商 其實呢 我們螢火蟲的平台 其實會比別人的其他主辦公司 會做到很多事情 為什麼呢 我們會 首先我們會幫你 想好整個搭建 整個活動的策劃 全個流程 然後呢 當地的整個推廣 我們全部幫你做完 你所講的這些報關 當然是太專業的 我們未必能夠做得到 相對於報關 那些關單 關稅 我們未必 但是我們會盡量給更多的服務 我們不會說 我們就給你們一個位置 你們的搞點 不會的 我們很希望作為一個 無論是香港的企業也好 東南亞企業也好 甚至日本企業也好 我們作為一個平台 是一個踏入中國的一個跳板 我們會給更多資源 會令它更快地適應中國的市場 更快地了解中國市場 我們希望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其實服務了這麼多企業 在2015年2016年 其實很多行業 很多動漫的各個產業都是新興的 很多不懂 我們會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做了策劃公司的事情 我們做了搭建公司的事情 我們做了經紀公司的事情 我們做了公關公司的事情 實際上我們營火場雖然是做萬展 但是我們做了五間公司的事情 所以我們給客戶的信心 以及給他們了解我們整個 起碼南方市場和上海市場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止不知 聽人家李先生的這麼長時間 其實我看到他們很專業 以及他們的態度是很想 即不只是搞一個展覽 其實是收費 可能是想推廣整個文化 幫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地區品牌 這個我完全感受到 我不客銷了 所以如果有心的朋友 或者想來參觀的朋友也好 其實真的可以留意一下認火蟲 因為今晚其實我們都很晚 因為我不想阻礙李先生 其實很辛苦 很感謝他 其實如果要訪問 我想說多一個小時 還可以 因為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當中其實是 我自己感受到 是很多人看的 即是尤其是行家 即是行內的朋友 其實沒有競爭的 他們都想參考 尤其是想知道一些行內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平台 大家去交換資料 很感謝李先生 很不論識地 很坦誠地和我們交換這些資料 我們停在這裏先 我們下次有機會 你們來香港 或者我們又再來找 對呀 我們萬展現場直播 一樣可以做很多的節目 都可以 所以更加現場直播 好 最後一段做個廣告 講一看 比如說 我們營火蟲萬展 是每年的1月 5月 7月到10月 三屆展在廣州 10月份的展就在上海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隨時找我們 我們絕對歡迎 OK 詳情你們自己 找就找到了 對呀 上官網 上官眾平台 都可以炒到我們 再一次多謝兩位李先生 這麼忙時間 晚上都跟我們做訪問 多謝你 OK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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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сли我們看看 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 把故事 風仔 做得到 看 我們沒有 看